各位的那个程度,那这边有个功能就是,他可以把那个最后的结果,自动帮我产生一个报表 非常快的,就可以统计出结果,总共有19位同学填这个资料,我们来看一下 呃,这边 怎么样得知这个课程,其实我蛮好奇的,那到我们的劳动大学到底 选你们怎么会来上这个课,因为实际上现在都网络作业了 所以你们好像也只能上网去报名的,以往还要排队到实,就是现场来报名,现在好像不用 而且甚至好像你们就列印了什么,什么AT,直接就转账一下,就可以报名成功了,其实非常方便 那反而当然哦,如果你没有跟上实弹,你会觉得非常不方便 还是有些人还是习惯用现场报名的 可是其实你说真的要跑一趟,还真的有浪费时间 而且刚刚有同学都找不到停车位,你问他报名,还要开个车,如果你是开车,骑车还好啦 你开车都要找停车位,找半天 那这边其实好处,如果要坐捷运还好一些些,辛普寨离这边不远,走路过来应该也还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为什么得知这个,就是这边最多是这个,从劳工大学网站上看到的 所以看得出来好像一半,47%的同学是从网站上看到的 OK,那再来就是说本来是救生的,也有32% 另外亲友介绍的,所以亲友的推荐也是一个,大概11% 然后DM的话也只有一个,从网路部落格也只有一个,最多还是从网站上看到 OK,那再来年龄层,我们来看一下,最多是那个6年级升最多的 6年级升,表示这个年龄层是最拼的,压力应该最大的 再来是5年级升 然后再来是2、3、4,那就是算 这算是比较年长的,2、3、4,应该都已经 如果40年,40几年次大概都已经50几,50几的 OK,那还有7年级升有两位 所以我们这个组成是比较偏重在5、6年级升这个族群 OK,那再来的话电脑程度,入门的比较多 再来是有学没懂的 所以可见的我们大概集中在比较下面的部分 那只有三位同学比较进阶,所以这三位同学 可能,要不然就是说我会给补充一些资料 要不然的话,你们有空也可以上我部落格上面 我部落格上面也有很多很多的东西 像刚刚的同学讲说,可能没有办法全部 但是至少你还是可以学到东西 然后OK,再来入门 那再来的话,我希望上科以拿工为主 这个平面的应用操作说明,74 所以大部分同学还是对这个功能 怎么去使用它,应用它,操作它,好像比较感兴趣一点 那再来就是范例,所以刚好这两个 所以我们前面还一定会跟各位讲解,如何把这个环境搞定 让各位很快速的,顺手的,赶快操作 会操作OK,会操作OK之后,再来赶快 赶快画图 反正就是不脱泥带水,我的上课风格尽量 就是不要讲一些理论的,因为理论的东西说真的 太抽象了,太抽象了 我跟你讲说什么什么图学的概念 什么什么,其实我觉得有些东西 书本里面有的,那我在刚好讲 看到那个部分,我再补充讲一下 主要还是以绘画图为主,看到结果 因为现在工作上还是要看到结果 你画不出图,你会很会讲一个图,没有用 讲那么多之后,你还是要画出来给人家看 那再来的话就是配置与出图 配置跟出的很重要 那在我们那个快要期末的时候会有个成果展 所以到时候你们画出来图要把它存起来 这些图将来你们要把它做配置 然后要把它出图出来 出图出来要交给我 交给我,我会把它做成一个PowerPoint 将来会在我们那个成果展上面会展示出来 所以你们可以尽量去画,可能我会给你们一些范例 那些范例的话,你也可以做一些改变 你不一定要完完全全跟范例一模一样 你可以做一些修改,做更复杂的变化都可以 然后到时候要做配置跟出图,所以这部分稍微说一下 其他的话还有指令,绘图指令等等 OK,那证照的话比较少,同学有5个,66% OK,那阿德鲁我再看一下 那这里的话,劳工大学的资历,看一下最多 新生有58 所以我们这班的话,其实吸引了58%的同学加入 所以还不错,我发现我 这学期开的三门课程,就是新生的比例还蛮大的 大概都差不多6成,也就是说 我觉得网络的影响应该还蛮大的,就是有一些传播的速度 传播的这个功效 那救生的话,超过一年的5个 然后 大概就未满了5年 所以其实,我们这边的同学大部分都是蛮新的 刚刚有同学也是第一次来 所以慢慢的话,你习惯这里 其实网络大学的好处就是他的设备各方面 不会算太差 然后教室的空间 虽然不算很大,但是也不会太差 然后师资的话 应该也不会太差 就都不会太差 但是收费算下来,其实算是 算是蛮划算 因为你随便补习班去问一下 那个价钱都会让你 如果跟老公大学比起来的话 那真的是差距还蛮大的 而且你即便你去补习班的话 师资上面其实也不见得有比较好 你们可以去看 就是问一下大家知道 像前天有个爸爸也是这样 他去帮他儿子 报了那个电脑课程 他说随便上一个什么 城市设计课就要五万块了 所以他昨天晚上 昨天晚上他也来上课 可是他来上课是帮他儿子上课 他来上课 他也听一遍 回去因为他们两个父子可以一起学习 他就把他的帐号给他儿子 他也可以登录我的论坛 所以他儿子也可以再学一次 然后他们父子之间的感情应该更融洽吧 OK 那这边的话 来 学习动机 主要是 刚好需要这个技能最多 其实我发现 Auto K最近需求还蛮大的 他自我成长 另外 兴趣比较多 另外用在哪 什么地方 工作上的 68 所以大部分还是工作上 然后融入职专业 OK 大概是这个 再来是否已经有这个软体了 否的话占79% 那这软体也是个问题 因为这个软体非常贵 那如果买买买买那个 正版的话 其实这个价钱非常的很高 那我们这边的话 我有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可以让各位使用 也可以上课都不会有问题 等一下会讲解 OK 那这个方式你们也可以 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在家里也可以练习 等一下会讲解 然后呢 对电脑操作 还算熟悉的 然后学过还不熟 等等OK 所以如果说你还不算熟悉的话 像我刚刚发现那个 有些同学连那个输入网址 都有一点点问题 打字有点问题 可能就是要多花一点时间 要比别人多花 大概一倍的时间吧 可能回去一定要再练习 不然很容易就跟不上了 然后呢 是否担任班长的意愿 有三位同学 就是如果没有合适 的人选可以考虑 那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但尽量我们不要花太多时间 在选择班长上面 不然的话真的很浪费时间 OK 大概这个问卷的结果大概可以知道 就是说 大部分同学都是新加入的 所以很欢迎各位 可以加入这个 我们劳工大学这个大家庭 那 那 再来就是说 大部分同学也刚来了 所以慢慢你熟悉 那接下来我们要选那个班长 那班长部分 因为有三位同学 已经有 就是 意愿 但是很客气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边的话 就是有 这两位同学 这一位同学是 王怡文 不好意思 王文怡 可是 站起来一下 各位看一下 OK 应该 太客气了 OK 那会不会缴钱 今天 那选你一定要缴钱 其实还好啦 这只是就是 义务协助一下 应该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顶多我 我记得好像就是班长的话 就是班长跟学医好像就 第一周看需不需要统一构书 的话 帮忙这样子 一下 那其他好像也没什么太多的事情 再来是 藏金龙 OK 好 嗯 你有 有意愿吗 OK OK 好 那还有一位同学 这一位 也是60级生 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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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